更甚者 微調克剛將台灣曾經經歷的白色恐怖 及良心犯等情勢 自公民科克剛立世中刪除 意圖為威權統治卸責 而在威權克剛未拆之際 教育部又進行12年國教的新克剛 以更大的黑箱的研修 讓教育界台灣公民社會難以接受 雖然在新國會及新民意的要求下 12年國教新克剛夜已暫緩 但是違反程序正義 充斥威權統治一序的黑箱克剛微調 一日不撤銷 對台灣教育的傷害就一日不解 有人說 這個微調的克剛 可以等新政府520上任之後 再來處理就可以 但是我們必須說 4月學校老師即將進入選書 這個違調違反程序正義的克剛 仍然以新版教科書進入校園 我們也要說 馬政府所犯下的過錯 應該在下台前來自行修正 來展示對新民意的尊重 張善政院長曾經在接受本席質詢的時候說 他願意尊重立法院的決議 只要本院議決 那麼微調克剛就來撤銷 但是教育部日前卻表示說 立法院如果議決他尊重但不可行 教育部表示若撤銷黑箱克剛 將會導致教學現場無綱可循 本席要在這邊指出 2008年馬政府上台後 新教育部長鄭瑞成就曾經將 杜正聖部長任內已經公佈的國文 及歷史科科剛喊停 我這邊帶來了當時的公文 那麼這一份是杜正聖部長 在97年1月24號公佈的 有關於98年8月1號起 開始實施的普通高中課程綱要 這份是杜部長在卸任前 他所公佈的原來要實施的一個課綱 那麼在鄭瑞成部長上任之後 97年11月25號 那麼他就發布了一個教育部的令 將當時杜前部長所公佈的課綱 來令案發布他的實施日期 並且宣示在前開兩顆新修訂課程綱要 為發布內容及實施日期前一之前的 所發布的普通高中課綱 暫行綱要國文及歷史科內容來實施 也就是說鄭瑞成部長 曾經將杜部長公佈的課綱暫緩 並且指引教育部一指令文 就能夠來銜接之前的舊課綱 所以在現行的新舊教科書並行的情況底下 只要將黑箱微調課綱撤回 那麼我們書上開始印舊版教科書 教育部立即宣布回到101課綱 即可以解決無綱可循的問題 所以教育部完全沒有任何實務上執行上的藉口 本席的提案敬請全院公爵 謝謝 本案我們現在開始進行大體討論 請登記發言的編號1號 許委員智傑發言 發言時間3分鐘 主席 好 大家好 針對教育部